那今天還是一個初步的設計想要聽聽各位在地的很多先進的意見 那待會有什麼意見就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們把它記下來然後再做一些看看有可以回應的 那不能回應我們待會去再跟處裡面做討論 然後再給各位鄉親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對稱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張經理來報告一下 我們的整個設計內容跟現在目前的狀況 好 各位鄉親晚安 然後很高興今天有看到這麼多的朋友 一起來關心我們的永生體 那我今天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整個簡報大概就是根植於說 我們對於基地的調查 然後還有我們前一次其實有舉辦參加學者做談會 然後跟一些參與室的工作坊 集合了大家的意見之後 然後所以我們有做一些相關的特質的分析 然後跟全區的規劃構想 可是有的規劃構想的話我們要怎麼安排讓它實現 所以我們會說你們目前的工程計畫 然後跟進度的狀況 那我們先有一個前提就是說我們這個計畫 它本身有一個計畫的目標 其實就是期待說就是當軍營離開之後 我們這個平常變成一個生態四地公園 然後這個生態四地公園其實希望說 它除了重現我們平常的風貌之外 它其實說無論是譬如說我們鄉親們 我們可以在這裡使用 然後同時它也可以變成一個生物 它可以好好使用的地方 然後回應到剛剛出場有遇到的 就是說我們遇到氣候變遷的問題等等的 然後所以我們也期待說這個四地 它可以用來調節我們的故事樂島的效應 然後也有達到志宏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永春培的這個基地 它其實就在四壽山的三角下 然後它被永春高中跟松山家鄉所包夾著 那你可以看到說過去 它其實它是在清代的時候主體變成一個平堂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1921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塊 站在這塊土地上 它其實都還有永春培的水域 只是說因為它日治的時候 它上游採煤放之後慢慢的漁舍 直到1956年 我們就可以看到空照圖上就有一個毒蛆的出現 然後到現在說因為軍營離開 所以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重新改變這個地方 那改變這個地方其實面臨最大的課題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就是軍營 因為它過去它需要訓練的關係 所以它變成一個大面積的撲滅 大面積的撲滅就是這個地方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這地方 因為它有兩條溪溝溝 另外一條溪溝溝都會入 然後所以它這個地方當私地公園 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 然後從土地使用分數來看 我們就看到說它其實旁邊就是 松山加山跟永春高中 所以這個私地公園它其實未來 它就是一個環境教育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教育 不只是在學校裡面發生 它其實公園本身就是一個環境教育的地方 然後另外除了學校 它旁邊其實還有一個公車的調度站 那公車調度站就會是 這個基地可以到比較大的噪音的地方 然後從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有爆山溪跟無明溪匯入到我們這個基地裡面 然後但是我們看說 我們有做了水質的檢測 發現都是椅類跟椅類 可是你看那個水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為什麼會是椅類跟椅類呢 然後其實是因為上游的農地有施肥 然後或是有些家庭污水排放進來 所以我們目前的這個水質的狀況沒有那麼有影響 然後另外我們有分析說 生物它到底要怎麼進到這個基地裡面呢 它其實是說 因為這個基地它是一個像盆地一樣的地形 然後它很多的片坡都非常的陡峭 所以生物不太能夠進來 那它生物比較有機會進來的其實是 它沿著西宮就可以進來 所以等於說是這個南邊這個地方 然後它除了說它是四壽山 種人很豐富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它的坡度 有一個地方比較寬鬆 所以生物可以跟著這個走進來 所以其實這個南側的地方 其實非常的關鍵 然後另外我們已經有做了半年的 植物跟生態的調查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跟鄰近的這個四壽山的區域 很重要的是說我們有三級的保育類 比如說鳥類就有靈角蕭跟台灣染蟹 然後兩西類其實就是有台北樹 然後青竹類就是有的霸溝蹄 然後另外當然也有大翅武鼠 就是俗稱的飛鼠 然後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營造 讓這些在這個周遭都有發現的生物 讓引入到我們的這基地裡面 然後根植的這樣子的調查的結果 然後所以我們有另外再加上說 我們上次的座談會 然後還有參與式的工作坊 其實工作坊我們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然後有這麼多的夥伴跟我們一起 我們有分成四大組 那四大組的成果大家是怎麼想的呢? 其實你看就是每一組的最後的成果 你可以看到說綠色的部分就是密度 紅色的部分就是路面或者是廣場 然後藍色的部分就是說大家想要的水域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這四個方案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但其實它有幾個共同的點 第一個就是說比較靠近市區的就是北邊的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說大家好像是紅色比較多都是偏北邊的地方 然後另外就是比較靠近四周山的藍色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說大家大部分都是把水域等等 然後就是生態的空間 大家都傾向在哪邊 然後希望未來可以跟四周山接在一起 然後大家也提出說 要記得水域要設計不同的大小啊、深淺啊 然後生態的區域可能要比人為可以活動的區域更多一點點 因為說這個生態室地公園它其實跟一般公園很不一樣 就是說它有這個生態教育師弟的意涵 然後所以根據剛剛這個工作坊的參與的結論 然後跟我們基地調查的一些結果 然後所以我們有做一些初步的方案 然後初步的方案我們不放心 我們還習慣了第二次人家學的做堂會 就是習慣說可以跟師弟啊、生態學文的專家學者 一起討論檢討他們說我們有沒有問題 然後同時我們也有邀請一些在地的伙伴 比如說社大啊、里長啊 然後還有永出高中的校長等等 來討論說我們設計有沒有一些還不足的地方 然後所以修改了之後其實就是今天的 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方案 目前的初步的方案 然後我們認為說這個基地其實面臨著幾個課題 四大課題 這就是說我們如果期待說它變成一個環境教育的空間 要有人也有生態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其實我們必須要找到生態福利跟市民活動的平衡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因為它過去是均勻 均勻有一個大面積的很領土的通面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變成是一個生態 可以找到它的食物 然後從它的家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基地現在它沒有辦法激動止衡 因為大部分都是不透水的通面 那未來有沒有有點治癢的機會 然後最後是說我們有挖 有挖的實地其實有大部分的 會有很多土方的產生 然後還有剛剛說的那個有明土的通面 那我們是不是就像以前一樣 把它丟掉 都去外面的地方就好了嗎 有沒有別的 就是可以減少對環境負擔的機會呢 然後在這樣子的克制之下 我們期待說我們整個設計裡面是有四大點 一個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生態福利 所以我們要設計我們的棲地 然後多樣的濕地跟棲地等等 然後另外說我們希望說這個基地它是一個通用的功能 就是說我無論是老人家或是我配個娃娃車的年輕的家長 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我們希望說廢掉有沒有機會可以重新的再利用 然後挖成裡面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來到都市智虹的管理的效果 然後所以在生態福利的部分 我們就選擇了 比如說我們的棲地裡面有赤森林帶 就是比較偏向森林的部分 然後也有開放式的水域 就是比較大面積的水域 但是也有一些比較淺一點的草折啊 或是藍折 然後它可以提供給不同的生物來使用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我們的師弟 我們期待說它有不同的生前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不同的臉素的可能 然後我們更進一步的有做 比如說你不同的深度 然後跟不同的底居 就是說欸我的水底是小石頭還是大石頭 還是細砂還是是泥巴等等 都有不同的生物它喜歡 然後再加上臉素的話 其實就可以創造出很多不一樣的棲地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的動線 主要的動線它其實都是 無障礙的混線 無障礙的撥倒 然後在就地取材的部分 我們期待說 欸未來的比如說是比較大面積的撥面積 我們可以留作未來的維護管理的動線 然後或是一些比較小的顆粒 我們都可以填滿到我們的建築物的 比如說立面拉提啊 或是一些設施物等等 然後在 就是我們希望說 就是師弟它其實也可以做一個蓄水 就是等於說是說 我們知道說譬如颱風要來之前 我們先把水放掉一些 讓它到底所位 然後颱風來的時候 欸我們這個地方 就有機會可以把洪水先去積 一部分在裡面 多餘的再排出去 然後整個設計構想其實就是 比較接近我們當初工作坊的時候 大家一起討論出來 就是說靠近松山加山 永春高中 就靠北邊的地方 它其實是做為人文活動區 但是靠近四壽山的地方 則是做為生態富裕區 那中間有緩衝區的地方 其實主要是希望可以做為環境教育的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它要做為環境教育 或是生態富裕的空間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欸後面的這個區域 可能是要做管制區來使用 然後但是前面這個服務導覽站啊 前面的這個範圍 則是做為非管制區 就是一般民眾都可以到達 但是你如果要到 呃 除了譬如說多工人員 大家自由參觀 但是戶外的這邊 因為是做為生態富裕的空間 所以我們 因為要降低對於生態的干擾 然後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是設為管制區 就職工然後保護人員 或是說你申請來做環境教育課程的人 就才可以進入到這個區域 然後所以我們相關的動線 也是做同樣的安排 就是說我們如果有前面比較活動 然後要集合的地方就會留設在前面 然後後面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沒有什麼步道空間 所有的步道空間 只有接到這個多工人管而已 其他你看到是水邊旁邊虛線的這個藍點 其實是以後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空間 其實是鼓勵大家做職工 來得起維護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參觀這些管制的區域了 然後在水的部分其實 因為它裡面其實本來就有一個既有的河道 所以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地方變成有制洪的效果 是可以的 就是說我們的水下雨下大雨的時候 還是會進來到我們的基地裡面 但是如果超過的時候 然後我們因為如果你水進來太多的時候 你把你基地內的步道啊什麼的都淹沒了 然後到時候要除離巴什麼的很困擾 然後所以說我們有設計了一套體系 就是說水太多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從既有的河道流出去 換句話說其實既有的河道 它就會變成一個緊急的舒服道 然後在建築配置的部分 我們就是希望說 在人為活動最多的地方變成一個集合服務導覽的地點 然後再進來有一個多功能館 它可以提供一些展示還有一些教育課程的地方 然後C洞這個最靠近生態服務區的地方 我們希望說就是人為活動的強度低一點 所以我們是設計志工的辦公室 所以有些圍館啊 或是一些辦公的工程就是有在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整個平面圖來看的話 我們有不同的棲地類型 比如說靈園濕地啊開放室水域啊 赤身禮帶等等 然後也有不同的建築的功能 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這就是原本 這就是我們設計的服務導覽站的位置 它原本就看起來像是一個很大的警衛室 然後我們期待說它未來可以變成一個 有服務的空間 有一個空的集合的空間 有點像是說這是原本的樣子 然後我們期待說 未來它可以變成一個集合的 比較像一個大兩點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要導覽解說的話 大家都可以先來這裡 所以就算天氣不好 也可以待在這個空子裡面 你就可以對著你的解說 然後這是多功能館的樣子 它原本是養成龍的空間 然後原本看起來像是一個宿舍 軍營宿舍的地方 然後我們期待說它未來可以變成是一個 比如說有些手作教室啊 視聽教室 然後也有一個辦戶外的觀察的平台 可以看到它雖然說人不能出租到建築物外面 但是它我們有留有觀察的空間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期待未來的手作教室 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其實如果你有環境教育課程的時候 因為我們外面有很多樹啊 所以你也許可以在進行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採集 然後你在裡面比如說拓印樹葉啊 然後或是做植物板啊等等 一些相關的教育的課程 然後這個是試聽的教室 那試聽教室我們是期待說 誒它如果有辦課程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一個試聽教室 然後可是平常的時候呢 這些椅子可以收起來 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展示的空間 它平常就有展示在旁在牆邊 然後這展示展示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比如說永豬平這個地方 它過去的人文的歷史 然後或是說 誒我們這個地方怎麼樣從一個均營 飛氣的均營 然後變成是一個聲帶濕地的公園 它的設計的裡面是什麼 地形怎麼改造等等的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呈現 那這個志工 就是志工它就是原來的樣子 然後我們也是期待說 誒它未來就是變成一個辦公的空間 然後另外也有清潔 然後儲牆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整個的配置型 除了我們剛剛有指教說 剛剛比較是人為使用的空間嘛 就是說我們幾乎有多工人管 一些辦公室的空間等等 然後但是生物的空間會怎麼使用呢 一個是說我們有分 剛剛有指教說我們有提供比如說森林啊 然後是開放式的水域 那比如說像森林這種空間 我們就會安排比如說大器無數 它也有它喜歡吃的東西 也許說我們這個基地會腹地不大 然後所以它可能沒有辦法住在這裡 可是我們提供它好吃的東西 比如說它喜歡吃青棕栗 它喜歡吃農野 那我們栽種在這裡 它其實就會想要進來這邊 溺食等等的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有開放式的皮糖 然後我們裡面其實會設計像比如說 以前有一種魚叫做烏篩雞辣 就是高挺堂坡 它其實是呃台北的皮糖 大部分都會有非常常見的台灣的原生的魚種 而且它很特別 它會跟魚棒 它都會跟這個田棒一起生活 它的小魚會在這個田棒裡面 所以我們也有幫它處於它相關的 它適合的棲地 然後但是我們的基地裡面設計做得再好 但是如果說比如說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種源 其實還是來自於四壽山 所以我們如果跟四壽山之間 沒有把這個界面給處理好的話 其實動物很不容易進來 所以我們這次的設計就是說 比如說像大吃霧主它會飛進來 那所以我們這邊在南側交界的地方 我們就會設計要種比較高大的橋路等等 或是說這邊有一條計畫的道路 就是長得像一條跨橋 然後我們上面也會做一些攀同的植栽等等的 然後我們企圖說要把它縫合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的討論 其實也會討論到說 欸比如說這一條道路 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做一些新的調整 然後讓生態的機會 更有機會進到到我們的風能裡面來 那我們的植栽的計畫的配置 其實也是依著人文活動區 短窗區跟生物物衣區來設計 然後像生物物衣區的話 就會比較設計一些動物們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跟它的氣力 但是人文活動區可能就會 種子比較四季會開花 不同的就是顏色比較漂亮的人 比較喜歡的景觀的空間的設計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從普遍來看 就是我們有設計深淺不一樣的水池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說我們從永春高中這一側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高架站道 而且是無障礙的站道 讓大家可以方便的進出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早點有提出說 我們希望說這個基地可以挖成名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師弟挖出來的土 其實我們剛剛就把這個 兩層樓的這個骨功能的空間 就是一樓的地方 它就會被補丘給研磨 所以大家一進來就是進在那二樓 所以從二樓然後看師弟的時候 它其實說一方面也減輕對於生態 就是這些鳥很擔擾等等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這個多功能館的 未來設計的農民的照片 然後跟從多功能館我們看出去有一個大的皮糖 然後也有比較淺的草枕的空間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 因為環境教育對我們來說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有在不同的地點設置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有一些珍稀的植物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壽草啊 壽金所形成那種特別的植物 然後或者是說欸我們的水怎麼過濾的 然後甚至我們也有設計蕨類的步道 然後獨角仙跟光蠟樹它有什麼關係等等 有不同的解說的系統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是一些相關的解說牌 而且我們解說的動物其實就會放在 比如說這個上面的LOGO裡面 然後在因為先之前因為是均營的關係 所以它四面大部分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圍牆 那我們現在圍牆的部分 我們是在生態服務區就是比較靠南部的地方 南邊的地方我們是有把圍牆保留 因為我們希望會盡量減少做生物的干擾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還是有觀察 或是環境教育的需求 所以我們局部會做開窗 然後但是說前面人文活動區其實都沒有圍牆的 那這個整個計畫到底要怎麼落實呢 因為我們目前遇到一個限制的狀況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目前地極的說明圖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橘色的部分是台北市可以擁有的土地 台北市擁有的土地 但是灰色的部分它其實是國有的土地 就是豬方的土地 然後你可以看到淺綠色的地是私人的土地 就是流攻的土地 然後所以我們因應這樣子的地極的部分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就取得所有的土地 然後所以我們目前的計畫是分成三期 就是說南邊這一期就是土地有辦法取得的人 然後我們就是編了五百萬 然後先做這個執行這個第一期 然後等到我們把國有的土地就是跟它談 取得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期 那最難的部分就是流攻的土地 最難取得的部分我們就留在第三期的部分 然後總共的分期的經費加起來 目前預期的施工經費大概是八千兩百萬左右 好 那以上的部分其實就是說我們這一次的 初步的設計的方案的說明 那我們很期待說就是我們外面也有展板 然後希望說大家有一些寶貴的意見 我們思考不中的地方 可以做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 然後你可以寫在那個便利貼上面 然後等一下可以貼在我們的展板外面 我們等一下會再回頭來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除了就是展板然後還有你的寶貴意見之外 另外我們還有三題三個題目 然後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票選 一個就是第一個題目就是說未來公園的標誌 比如說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然後比如說他這個設計的來源是說 這裡有一個LOGO 這個LOGO就是上次我們工作坊的時候 有辦說欸票選 東日的票選 然後大家票選出來是靈角囂 大家最喜歡的是靈角囂 所以我們用靈角囂做了一個公園的LOGO設計 然後另外一個方案的設計有點像是說 因為有尊皮的生態很多元嘛 所以我們把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保綠類的五霸Botting啊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翠鳥 我們把它融合到這個字裡面 然後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等一下會發那個豆貼 就是有小貼子 然後你可以告訴我們說 比如說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或是還有其他的方案 你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建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其實是跟這個 棲地的介面有關係 的討論有關係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無論我們基地在做的再怎麼豐富 可是其實我們的生物來源 就是來自於四壽山 然後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有隔了這一條 嗯 車道 那這個車道我們有沒有機會做一些 相關的調整 然後比如說有一種機會的調整就是說 欸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做車道了 我們有沒有機會把它改成是純粹的人行道 那這個優點就是說 欸對生物的移動的友善度很高 然後缺點就是說欸那裡原本停車的人 他可能覺得不太方便 然後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比如說 欸時段性的風物 就是比如說 因為動物它也會有時候它會怕人 然後所以它移動的時間 它可能是晚上移動的時間 那有沒有機會說欸是時段性的風物 就是在動物它最常使用的時候 它是禁止車輛進出的 然後或者是說欸你有其他的更好的想法 其實你的方法也是可以告訴我們 然後你就可以用的便利貼 然後貼著告訴我們 然後第三個問題其實就是說 因為目前暴溪的上游啊 它是有螢火蟲的 然後如果我們有機會 希望說這個公園裡面 未來也可以看到螢火蟲的話 然後但是螢火蟲它很怕光嘛 那很怕光的時候 那我們基地裡面自己可以控制光 可是基地周邊跟車道交界的地方 其實是沒有很多高燈 那這個高燈我們其實會做一些調整 然後比如說調整它可能就是 欸高燈變成矮燈 而且你加裝一些防疫的燈照 然後另外就是說燈的密度 我們再降低一點 然後或者說欸你有其他的看法等等都可以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 欸就是我們初步的提出這三種討論的方向 就是說大家今天看看有沒有意見可以交流一下 然後或是說對於我們剛剛的 就是整個初步的方案的出稿 欸你有什麼寶貴意見你可以貼在展板 然後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們目前預計的是說 好我們經理嘛 內容報告完了以後 我們先慢一點出去貼啦 我想說現場 欸假如剛聽的喔 其實他講了二十分鐘左右 時間好像不是很多 講的不夠詳細 或是說你對內容還有一些沒有那麼清楚 可以先用這個時間來做一些討論跟發問 那假如大家都覺得聽得蠻清楚 希望可以到外面看看 我們有個大圖 大圖上你直接可以寫一件貼在上面 還有剛剛那三個問題的看法 那再出去做這個遊戲 那現在我們就開放一些時間 讓在座的各位 看看對我們這個計畫的方案 來由內容有沒有什麼樣覺得要建議的地方 我們開放一些來做討論好不好 看看誰有一些想法跟意見可以